我想要問一下署長 因為我們開始看到 剛剛前面第一章 我們請導播先給我們看一下 第一章 因為現在很多的家長 非常關注的是什麼 是孩子 因為孩童的情況 真的是很嚴重 因為在今天 又新增了一個 5歲的兒童重症 另外還有一個 9個月大的嬰兒也是重症 我要問一下署長 因為現在包含了 這個5歲男童 9個月大的男嬰 他們都是上呼吸道的感染 但是之前也有這樣的案例 就是又增加了好幾個 是腦炎的情況 所以台灣的這個腦炎的情況 好像比其他國家也多 比歐美國家 好像似乎沒有那麼多 兒童感染之後 這個腦炎的情況 我們比較鄰近的國家 像香港來看 香港也只有兩例而已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個部分 似乎有增加的趨勢 但不知道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華人的基因 還是什麼不知道 但是現在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越來越關注 我們看到現在5歲男童是 先天肌肉系統的疾病 後來發現他有肺炎跟腦水腫 另外還有就是9個月大的男嬰 今天也說到 他的這個呼吸非常的喘 而且有點類似狗肺聲 一度還插管持續在治療中 其實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很多的家長心都有點 真的很擔心 因為小孩子都沒有打疫苗 很多的家長也擔心說 我回家會把這個病毒 傳染給家中的小孩 所以其實對很多家長來說 內心是非常的擔憂的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請署長來告訴我們 您的看法 現在對於兒童的部分 那麼指揮中心 是不是應該要再加強 這個部分的防疫 還有對兒童的一些措施 是不是應該要再加強 我們要請教的是署長 因為現在有9名的兒童 是屬於重症的 現在重症的情況 似乎兒童是越來越多 而且我們之前看到包含了基隆 包含了新北的小孩 這個男童就鬆意不治 結果大家很多的家長心裡頭 也很擔心 這個部分是指揮中心 好像對這個部分 也沒有束手無策 對 因為首先我跟大家報告 小朋友在Omicron這一波 住院的人數是遠高於Delta的 那他的嚴重度 他的致死率 是流感的好幾倍 那神經系統的侵犯 其實是以前就知道的 我覺得真的自從民進黨辭政以後 台灣連很多所謂的 後面那一排的人 都根本不讀書了 事實上我今年1月就一直在講 這個神經系統的侵犯 包括會抽搐 嘔吐 甚至於眼球震戰 走路步調不穩 這一些事情 腦炎 那包括幼兒 包括特別是學齡兒童的 事實上在門客樓兒童醫院 在1月的時候他們就發佈 而且國際的兒童感染症學會 也早就告訴大家 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不能夠一直在那邊一步認為說 哎呀我們大人我們有打疫苗 還有河北鄉講什麼 這個什麼超級免疫啊 然後我們大家就不負責任這樣來搞 各位想想看 我們大人裡面的這個低風險的人 卻正好是家裡面會有小朋友的人 你感染以後 第一個你自己可能會有長新冠 第二個可能抽到千網 還是有人這個二三十歲死亡的 打完三季死亡的也是有 我們台灣也發生 這第三個很可怕的就是 你剩有老效有效你會傳染給他們 那河北鄉在什麼民進黨 通常會講的那一些預防防法 通通無效 我可以告訴你們都無效 因為他講的那個是腸病毒的 什麼洗手消毒那個都沒效 因為是空氣傳播 所以當然傳染了 你家裡有小朋友他逃不掉 那這個就是這種無賴的 無賴的民進黨執政 大人拚命這樣子拖 那當然那個老人跟小孩 就要跟著倒大美 除了腦炎以外 這非常不幸的就是說 另外小朋友的嚴重度是怎麼樣 美國機關署公佈的資料 零到四歲的小朋友 如果他需要住院的話 本來就有大概三分之一 他會有呼吸上面 呼吸會喘 呼吸的這個急促的問題 然後因為小朋友呼吸到很窄 他就會有所謂的笑吼 這種笑吼聽起來像狗在叫一樣 是因為他呼吸到那麼窄 他又腫 所以他呼吸的時候就產生聲音 這人家也早就知道了 這個笑吼的比例本來就很高 而且住院的小朋友 兩層需要住加護病房 13.4%需要用到小泳結神器 所以你要使用兒童版的這些線路 小朋友 人家早就知道了 13.4%會需要使用到小泳結神器 百分之五會需要插管 千分之五會死亡 另外抽筋的也有百分之四 所以這個都不是什麼新的事情 那人家根本早就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台灣都不知道 還有你們說為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 因為我們台灣怎麼好像發生率比較高 不是嘛 這去年都染過了 他就是給你製造確診黑素 根本大家都沒有辦法驗 他叫你快摘養才可以去排PCR 然後PCR又很難排 快摘養的也很多沒去排 跟何況一堆人都拿不到快摘怎麼養 所以一堆都不知道 我們有太多確診黑素了 所以還誤以為我們 好像我們是不是體質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不能排除我們有沒有跟人家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先想說 我們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人家到處都可以做檢驗 人家快摘都寄給你 我們最大的不一樣就是火星人在防疫 是神棍在防疫 然後大家還覺得奇怪我們怎麼 我告訴你這些人家都知道 所以那個布立醫院這個王必勝 對不對 你布立醫院自己也沒有 你布立醫院是公立醫院 你為什麼沒有準備兒童加護病房 為什麼沒有準備這些該要準備的呼吸器 所以這是我覺得我們台灣這一種防疫 真是值得全世界看 值得全世界學習 只有臉皮笑那麼厚 反而害死了還得以癢癢 那那川普怎麼會落選 那英國朝向強生 人家怎麼會給他逼宮下牌 就沒有早一點認識陳時中跟蘇貞昌 像這樣看完真的該好好學一學 謝謝署長 我們看到現在 謝謝署長今天跟我們的視訊連線 非常感謝您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水神就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